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特别尤其在冬季 这个灰霾实际上困扰了中国 也是引起全社会和包括国家的高度重视 这个霾从哪来 这些污染物从哪来 实际上化石燃料的直接燃烧 是生成灰霾的主要原因 虽然这个照片上我们的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 包括我们的风能 太阳能 水能 可以解决 从源头来解决这些霾的问题 实际上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新能源 利用和发展最快的国家 这张图就可以看出 我们能源在持续增长 但新能源的增加速度 远远超过了传统能源 但是也可以看出 下面黑色的是我们煤炭 煤炭还是我们的主要能源 到目前为止 超过百分之六十几的一次能源 还是来自于煤 所以说如何使煤清洁的利用 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而且更加可以从这张工业园的地图上 可以看出 我们的中部和东部 大量的点源利用煤炭的工业园 也是造成我们 加剧了我们煤炭的污染的原因 应该说据我们的统计 大概我们的中东部 我们的强度是全国平均强度的5倍 所以说能否解决燃煤的污染挑战 实际上对于解决和缓解 我们当前的灰满PM2.5的问题 尤为关注 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关注到 煤炭当中的利用大户 燃煤电厂 燃煤电厂大概每年消耗了18亿吨煤 占50%以上 因为针对传统的技术 我们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它的效率 像我们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5 颗粒5 甚至我们的汞 能否实现高效的控制 使燃煤像我们的天然气和清洁能源一样的干净 这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探索 我们浙江大学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工作 我们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包括我们的高效脱销 我们的高效的颗粒物控制 尤其是细颗粒的控制 我们高效的二氧化硫控制 和甚至三氧化硫和拱的控制 我们提出的方案是通过高效协同控制 我们针对 例如这个是脱销装置 氮氧化5 我们开发了针对中国复杂煤制和复杂工矿的高效脆化器 来解决了全符合和全温度窗口的高效脱销 使我们的氮氧化5排放 小于50毫克每标米 实际上已经低于了天然气的排放 对于二氧化硫 我们针对19米的塔径 我们解决了高效的船制和大截灭的高效混合 使我们的二氧化硫控制效率超过了99.6% 实际上例如像我们南京电厂 我们做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使二氧化硫的排放只有达到了4.7毫克每标 针对颗粒5 刚才实际上我们也提到 对大颗粒很好控制 但对细颗粒 特别是一个微米以下的细颗粒 如何高效控制 还有对于三氧化硫如何实现协同控制 实际上我们提出了 通过强化团聚 强化凝结 强化核电 强化迁移的多过程强化技术 实现了可调的是电 和可调温的静电促成 实现了颗粒物和三氧化硫高效控制 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的研究 我们实现了颗粒物排放小于1毫克 每标凝 实际上比我们目前 实际上大气中有的时候 1000微克的大气的浓度还要低 通过我们的对于大量电厂数据 包括运行工况 运行参数的优化调整 我们也开发了智能化的调控的 整个燃煤超低排放系统 实现了高效稳定 可靠低成本的运行 这个就是我们首台超低排放 燃煤超低排放机组 在国内百万机组的嘉兴电厂 浙江的嘉兴电厂得到成功应用 它通过第三方的检测 中国环境建设中心站组织的检测 各项指标优于了天然气的排放限制 目前我们的成果已经应该说 因为也是国家的需求 辐射了全国 到去年年底为止 目前已经装机容量 超过了1亿千瓦的燃煤电厂 应用了我们的技术 基本上不光是解决了优质煤 还解决了劣质煤 高辉 高硫 高减的劣质煤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不光这个技术 不光解决软煤电厂 还可以解决非电行业的 包括像我们的冬季财产 我们北方冬季财产 我们钢铁 水泥 建材 也进一步推动超低排放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浙江大学 我们和大家一起的努力 来真正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 实现蓝天白云 每天都看到蓝天白云 谢谢大家